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广告之后我们就一块去探一探它的真面目 有些东西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认识 从一个角度形成的认识换一个角度也许你就会改变原来的看法了 所以我们说看问题越全面越好越接近它的本质越好 在田间地头它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湖泊河流它是善于打动的破坏刀手 非常容易摧毁一座地坝 然而在有些人眼里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宝贝 全身都是宝 甚至有不法分子将目光描向了他们 很多人都铤而走险疯狂地捕杀和贩卖 今天我来到了河北省的新集市 来这一路上我就听出了一个奇闻 在当地居然有人在养殖一种老鼠 不知道这说到老鼠您是什么感觉 反正我只要一想到这个画面 这一龙一龙密密麻麻的老鼠 真的是浑身难受啊 别说是流畅 提到老鼠 电视机前的您是不是也十分反感呢 它们偷吃粮食传播疾病 可谓是人人喊打的动物 不可思议的是 这里怎么还会有人养它呢 还没纳过闷 我们又听到一个消息 在郊外的水塘边 有人正在抓这种老鼠 您那次抓什么呢都在这儿 抓鼠呢 抓鼠 还真的是在抓鼠啊 对 可能跑水里去了 要不是亲耳所闻 我们还真难想象这是在抓鼠 您瞧这几位 有的手持木条 有的还拿着网钞 可谓是武装到了牙齿 不就抓个鼠 用得着如此兴师动众吗 这些人在找的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老鼠呢 在哪呢在哪呢 在哪呢 这边这边 还没等看清它的模样 这个狡猾的家伙 一猛子地扎进了水里 不见了踪影 不过目标区域已经锁定 接下来只需将这里死死围住 等待它再次出现 果然不到两分钟 目标再次浮出水面 这次它没有再潜到水底 而是躲在了岸边的草丛旁休息 急不可失 赶快下网 哇 踏了 踏了 抓到了 哇 好大一只啊 我看看 我看看 哇 这么大一只 天哪 这是老鼠吗 这老鼠惊了吧 大哥这是什么鼠 这叫射香鼠 原来它的名字叫射香鼠 是原产于北美洲的 一种水汽镊齿木动物 别看它个头大 在水里可是十分灵活 它善于潜水 并且能在水中憋气 长达五分钟 它甚至还可以在水中翻跟头 因为如此灵活的身躯 在我国也有人称它为水耗子 可能有些朋友 看它的样子有点眼熟 其实前不久 在网络上走红了一张 猫鼠大战的照片 主角正是它 射香鼠也被网友戏称为 史上最勇猛的耗子 不过这么大的老鼠 流畅可是头一回见 那这射香鼠 到底有啥特点呢 我能拿一下吗 可以可以 好大呀 拿着尾巴 会咬人吗 会咬人吗 会咬人的 有点害怕 好好好 小心一点 哇 您看您看 我觉得还挺重的 这只有两三斤吗 对对对 差不多都三斤了吧 您看它这个尾巴 非常非常的有特点 一般来说这个鼠啊 它的尾巴都是那种细长的细长的 但是您看它的这个尾巴 是这种扁扁的扁宽状的 而且我用手摸一摸 它这个尾巴上基本没什么毛 但是啊 有一层像鳞片一样这种感觉 这个手感呢 摸起来啊 既像就是那种 禽类动物的那种脚谱的感觉 又特别像蛇皮 除了质地特殊的尾巴外 摄像鼠的后脚也很有特点 你看它这个脚之间啊 有点这种像脚谱一样的感觉 是吧 哦 像鸭子一样 难怪能游泳 费了这么大的劲 可算将这只摄像鼠成功捕获 在路边的三轮车上 记者还发现了另外几只 用笼子关着的摄像鼠 那么这些都是刚刚抓到的吗 不是的 这个是买回来的 刚从养殖厂买回来的 原来这些都是人工养殖的摄像鼠 这位大哥告诉我们 刚刚抓到的那只 也是从笼子里逃跑的 可是面对一个个铁笼 它是怎么跑出来的呢 他把笼子的铁丝都咬断了 铁丝都咬断了 我看看我看看 是这个是吗 对对对 这就是它咬断的 哇这牙可够厉害的了 您看您看 这铁丝都能咬断 哦是 这只还正在咬呢 您别说 这么看起来 这小家伙还真挺凶猛的 和大多数镊齿类动物一样 摄像鼠也喜欢用牙齿咬东西 您听听 这声音和频率 咬断一根细细的铁丝 对它来说根本不足为奇 过去常有从养殖场逃跑的摄像鼠 在夜里出来祸害庄稼 老百姓对它可谓是生物痛绝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人养它呢 它的这个皮毛就有很高的这个经济价值 再一个就是它的色香了 色鼠的色香和这个磷色的色香在成分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原来 色香鼠之所以叫色香鼠 是因为它能分泌珍贵的色香 但是与我们熟悉的磷色香不同 磷色色香是一种棕黑色固体 而色香鼠的色香是一种乳黄色油脂 虽然形态不同 但都含有色香酮等成分 有很高的价值 除此之外 色香鼠是一种小型珍贵毛皮瘦 它的毛皮浓厚柔软 是高档的皮草原料 因此早在二十年前就有人人工训养色香鼠 那现在它们的养殖情况如何呢 这里是新极的一家色香鼠养殖基地 我先跟您说几个关键词您听着 三室一厅 有露台 而且还有游泳池 怎么样 可以算得上是豪宅的标准了吧 反正我可没住这么好 但是我这么跟您说 在这里的色香鼠 个个都住得上这种豪宅 这位大哥叫王振英 是这些色香鼠的主人 当地人称他为鼠王 他告诉我们 色香鼠对居住环境要求极其苛刻 每个窝都需要由这样的三室组成 而且一个窝里只能居住 一公一母两只色香鼠 另外由于它们是水汽类动物 喜欢在游水的地方生活 因此还必须给它们配备游泳池 这绝对是豪宅待遇了 诶 等等 这警卫室里怎么会有一个洞呢 这个警卫室是水风洞 这个水风洞也好比就是一个色香鼠 它保护它自己的一个掐杂的屏障 它这样的话 它经过这个水风洞 它就说它认为它自己很压权 很有压权感 原来野生的色香鼠在野外都会把洞口建在与水面相连的地方 养殖户这么做正是模拟了它们野外的生长环境 可是仔细观察后 刘畅似乎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您看这个色香鼠活动的区域啊 这三室一厅 包括这个露台啊 都是干干净净的 一点粪便都没有 哎 我就觉得奇怪了 您说这粪便都去哪了呢 难道给它们盖豪宅的同时 还盖了个厕所不成 不是 这色香鼠排便啊 都要在水里边进行 您听听 这色香鼠生活是一点一滴都离不开水 为了保证水质清洁 养殖户每天都会按时换水 看来这色香鼠对居住环境的要求还真是高 住的是豪华别墅 吃的却是粗茶淡饭 每天下午一顿的新鲜菜叶和粗饲料 就完全可以满足它们的营养需求 别看它们的样子似乎挺可爱的 其实它们可不是好友的主 养殖户啊 几乎个个都吃过亏 抓的时候没故意 没故意的时候它猛一回头咬着 这一块肉的话都会咬下来了 是吗 这么严重 那现在已经隔了多久了 这个就二十多年了 大多数的色香鼠啊都是挺凶猛的 但是您看这只是不是特别的乖 因为它是经过咱们思想员驯化过的 不过这色香鼠 色香鼠顾名思义啊 应该是可以取色香的 那我之前啊也见过这个林舍 这远远的一走近啊 马上一股香气就扑面而来了 但是您看它色香鼠 这闻来闻去也没什么味啊 这到底能取香吗 王大哥 您看我抱的这只小鼠能取香吗 没有 这个没有射香 为什么 为什么这只没有啊 因为这是个母子 怎么能有射香啊 公鼠才能有射香的 据了解 在每年的4到10月份 在熊鼠生殖器上方 两指左右的两个香囊 会分泌射香 每次取香前 养殖户都会先给它们进行按摩 它们称之为温馨取香法 像咱们那个按摩多长时间 一般15秒钟左右 15秒钟左右 你看它的尾巴一直在摇 它应该是很舒服是吧 对 养殖户告诉我们 按摩后的射香鼠 只需轻按香囊 香叶就会自然流出 哦 滴出来了是吗 您看啊 这个乳黄色的 这个比较粘稠的 这个这就是它的香是吧 对 我能试一点是什么味道吗 可以 哎呀 好好奇啊 这个就是射香鼠的香啊 您看 在手上这个感觉 有点像油脂融化的这种感觉 这个味道呢 嗯 我觉得它是属于那种 比较清香的味道 像是那种新鲜的花 还有油脂啊 混合在一块 30D 30D 据了解 一只雄性射鼠 每次能取25到30D 共约1克左右的射香 在繁殖期的4到10月份 每只雄性射鼠 共能产香约15克左右 不过 由于其射香桶等成分含量较低 目前并不能完全替代林射射香 那么射鼠的射香 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呢 这个射鼠的射香 主要是用于这个化妆品 在香水中啊 作为这个香水的定香剂 它可以使这个香水的味道 更加这个持久 而且它的香味啊 也受到很多人的这个喜欢 其实 射香鼠除了分泌的射香 有很高的价值外 它的皮毛 同样是珍贵的原料 差点忘了告诉您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根雕 因为它的皮毛和雕皮一样 可以不沾于血 我看它这个射香鼠啊 从那水里钻出来之后 一般都这样 抖一抖毛是吧 是 你把这个毛给抖一抖 我用手替它抖一抖 现在我用这个餐巾 试一试这个毛啊 随后记者来到了当地的一家皮草城 我们发现虽然是淡季 但还是有不少人来选购青根雕皮类的服装 不错 挺好的 而且摸起来挺柔 挺滑 挺顺的 冬天的时候忘记嘛 穿这种衣服比较多 先对了价格来说 比许得到要划算 哎呀 这既能取向 您看又能加工成这个皮草服装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已经觉得 这射香鼠浑身都是宝了 不只是这样啊 因为我听说啊 这射香鼠的鼠肉 还能做菜吃 您看 这个呀 是一盘这个辣炒射香鼠肉 我马上要挑战人生中 第一次吃鼠肉了 说实话 这个鼠肉啊 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那我想象中 它应该有点什么土腥味之类的 但其实没有 它就是一种 很纯粹的那种肉香味 然后它的这个口感啊 比较接近牛肉 是一种这种有肥有瘦的口感 射香鼠肉口感香嫩 并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 在五国广东等地 深受消费者喜爱 目前在河北省新集市 养殖射香鼠的人 逐渐多了起来 那么这些小家伙 到底好不好养呢 这个特别家的 一八二千块都是 没它上屋方式 小屋 微微料 都成了 国外生病 这个 基本类特别强 资料啊 人工啊 这个成本 都算进去 十百块钱 据了解 目前在新集市 一张射香鼠皮毛的收购价格 约为一百元 而一克射香的价格 为一百八十元 虽然射香价格不菲 但由于射香的市场需求量有限 大部分养殖户养殖的射香鼠 主要用于皮草服装 现在 这些浑身是饱的小家伙 已经成了养殖户心中 名副其实的 新老鼠 养来将近也都是二百对 练小鼠 带去射香 都是十万海虾 我们这个厂啊 就养到是七虾多对 一年的这个纯利云吧 就要七百多万 今天我们看到 这射香鼠啊 还真是有多重价值 如果综合开发应用得当的话 应该能得到很好的收益 但是呢 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说这射香吧 皮毛和鼠肉 虽然说价值都很高 但是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市场 而且专业化程度又都很强 想要统筹兼顾 综合开发 必须就要有相应的经营能力 和销售渠道 才有可能实现 那对于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呢 一定也要有足够的认知 今天的我们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登陆央视网以及农视网 我们下期再会 人工养殖蓝孔雀 市场渠道要解决 空中楼阁 种西瓜 人见人爱 顶呱呱 每日农精栏目明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